講起香港的連環殺嫂,除了羽野屠夫林過雲之外,屯門色魔林國應該是最多人提起的 犯案十三起,殺害三人,令整個屯門人人致危 武毒入歐,在上過世紀80年來的英國,反映了一起勝則極其類似連環強姦和殺人案 同樣令英格蘭南部陷入港方,這就是英國臭命焦章的鐵路謀殺案 今集我們早來看看殖民地中駐國兩大色魔 Deathland的秘密檔案庫,屬於新時代的資訊頻道 英國鐵路殺手,約翰大飛和大衛馬爾卡希 約翰大飛和大衛馬爾卡希,兩人分別於1958年和1959年出生 小時候同校同學,都是一個孤獨者,從小到大都沒有人陪伴在自己身邊 兩人在機緣校之下相識,很快就一拍直合 還在讀書的時候,兩人多次聯手查好約殺了無數動物 直到兩人二十多歲的時候,決定目標升級為人 1982年7月1日,達菲和馬爾卡希在倫敦Helmston車站附近 首次強姦一名22歲的婦女 之後一來內連續強姦18人 雖然在1983年兩人沉寂了一段時間 但僅僅在1984年兩人連續強姦3人 因她事購兩人的口供 她們將這種保養視為一種悠閒運動或狩獵遊戲 就像她們兩個小時候所做的事一樣,完全沒問題 直到1985年10月29日,情況開始失控 一名19歲少女被兩人強姦殺害 之後僅持著達菲和馬爾卡希再接再來 先後再有兩名女性慘了她的毒手 由於受害人和兇手之間沒有任何關聯 警方偵查上極為困難 加上案情愈演愈烈,隨時都可能有人遇害 她們只好從頭英國薩利大學的心理學家大衛坎特教授的協助 請求她對疑犯對行犯罪質寫 儘管在先前,英國從來沒有犯罪質寫這個概念 但為了早日抓到兇徒,英國警方只要放手一搏 經過幾個月的分析,坎特得出以下的結論 犯者拘捉在首個案發地點附近 是一個男嶺工人,獨自工作 星期六日才要上班,有鐵路相關的知識 先前幾有犯罪記錄,經常患上一張強姦和勞役女性 被出威犯案後奪取戰利品 英國警方翻查資料庫,發現她的描述完全符合約翰達菲的個人特徵 達菲在於1983年11月26日試圖再度犯案時被捕 被1983年2月被法英裁定兩項謀殺 為4項強姦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最少復刑30年 之後被內政帶領現場至終身不得假釋 她同方馬爾卡在1994年因為達菲的供辭而被捕 被被判處終身監禁最少復刑30年,全浪就此告結 屯門色魔林國衛 林國衛,1971年1月27日出生 家中中國有5個兄弟之妹 林國衛夫妻是一個小販,放了光後馬上賭錢和喝酒 一有不妥便會對老婆拳打腳踢 她的老婆在隱無可忍之下,在林國衛三歲時就選擇離家出醜 父親的老婆已經全部注意到孩子身上 欠缺親情的林國衛性格變得孤僻 沒有朋友,而且經常受到欺凌排斥 心中的老婆只可向小動物發洩 大過後,她和父親一樣喜歡賭博和喝酒 甚至服用違法藥物等不良愛好 滿腔的性慾只可透過召妓來敗戒 雖然齊和一名女性有一段戀情 但最後被她發現女友是來騙錢的 在得手後就人間蒸發 這件事成為壓垮林國衛的最後一間道座 1992年4月24日凌晨3點多 當時21歲的林國衛在屯門公路邊喝酒邊開車時 在一間從旁掠過的士裏見到懷疑前女友的身影 隨即開車尾鎖的士 直到她在盜堡後 尾鎖女士主坐入友愛出的電梯大同 等到電梯盜堡後她一個戰步撲出 小生坐入電梯中,孤著女士主的鏡頭 將她隔躍由電梯大同拖到後樓梯強姦 一次是林國衛寫一次作案 之後案件大多跟隨女士的模式 林國衛先後侵犯13人 並且殺害其中3人 最後在1930八月老日 因為士團隆記著名受害之間會議被捕 並且在19309月28日 被高等法院裁令8項強姦罪 7項行劫罪以及3項謀殺罪全部罪名成立 3項謀殺罪依例判處終身監禁 行劫罪每項判囚7年 至於其餘8項強姦罪 法官有隔於本案案情嚴重 行劫地全部判處終身監禁 所有刑期和其他人全案就此告結 其實這兩項案件的兇徒是有不少相似性的 但如他們都是晚上夜收人證的時候 在公共交通上的上落客處 選擇夜歸女性作為目標 生人作為時都以特責方式制服受害人 從中可以見到疑犯指訊身邊低 明為自己有能力控制受害人 兩項案件為他們造成巨大的公眾恐慌 令夜歸女性為自身的安全擔憂 當然,最明顯的公當點就是 3位食魔家有一個不幸的童年 他們身心靈所受到的傷害 都是令他走向犯罪之路的重要因素 話虛正如美國刑政專家約翰道格拉斯所言 為了對抗犯罪,我們除了需要更多資金 更多警察和更多監獄之外 我們最需要的是更多愛 或許每天小小的關為 就有可能阻止暴力惡行 最後一段時間到達到本家